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响声嘚啵嘚 眼看着巴黎奥运会就要开幕了,但是一反常态的,国内其实没什么太多报道 甚至连为什么要为奥运键而加油的小风都没吹出来过 这也不奇怪啊,毕竟现在很多老百姓已经从国家拿金牌就觉得是给自己长脸 这种阿Q精神里走出来了,知道不管中国在奖牌榜的第几位 都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半毛钱关系,班还是得加,苦还是得吃 再一想,这帮人出去的机票、酒店都是自己纳税辛辛苦苦教的 恨不得把啤酒瓶砸在地上,喊一句老子我还没去过巴黎呢 所以这种事儿不易宣传,容易引起老百姓的反感情绪 但是还是有那个林不清的,非要在刀尖上舞蹈扎脚才算完 这不开幕式前有人说巴黎的奥运村条件艰苦 那形容的跟人间炼狱似的 结果就有博主为了验证这事儿跑到人家奥运村去实地探访 哪一个惨字了得啊,楼好像是新建的,上面贴着中国国旗 写着加油中国,正能量这一块算是点满了 往楼里走,楼道和房间内部有温度计,显示不到24度 但是这位博主说,他感觉体感温度绝对比26度还高 这个温度不用空调很煎熬 可以啊朋友,知道22度是适合物种繁衍进化的最佳温度 这都奥运村了,可不得配齐了嘛 再往房间看,这博主就更嫌弃了 说都不是独立一人一间的,而是套间 有的房间是两张床,有的是床和沙发,关键是九个人两个洗浴间 这要是着急出门还是挺有挑战的 而作为环保大国,法国这次奥运村的装修风格主打两个字,环保 床是纸板做的,两衣架和衣柜是工业风,铁件拼的 前脚奥运会闭幕,后脚这些东西就能循环利用 你还别说,小马还真挺会过日子的 估计省下了这些钱,全换红酒在爱丽社宫宴请宾可喝了吧 吐槽到这还没完,这博主还挺细致的,主打一个全方位体验 还给大家报告了下最大的问题是装修的味道很浓 估计就算运动员住进来也散不掉 本来以为大家会像之前一样心疼一下运动劲儿,也跟着嘲讽一波法国奥运村 顺便喊一句,还是咱们中国的奥运村好,那床都是零重力的,主打一个宾纸如归啊 结果谁承想,底下的评论一顺顺的能干就干,干不了就滚蛋 一天到晚叽叽歪歪的,哎,怎么跟预想的画风不一样呢 有网友评论,说24度开什么空调,我们为了省电,平时都开27度 中国那么多人现在顶着高温烈日在外面工作,就你们金贵了? 有人反驳啊,说这不是东道主的问题吗?怎么反而责怪上参赛选手了? 网友的回复也是挺给力的,说人家都行就你不行,怎么不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呢 这也算是用魔法打败魔法了吧 这话头一开就停不下,网友们又对运动员平时是如何娇生惯养吃特供,如何娇滴滴的住套房 平时出行都是五星级酒店,别说坚固朴素了,弄得跟明星似的 就这样养尊处优的能出成绩吗?你看看,这积怨已久,一时半会儿还真抒发不完了 驾桥也是这几天国内大暴雨,陕西商洛有一处大桥直接山洪塌方了,造成了不少人遇难 而国内洪水遍布,强险救灾的喝口水的困难,运动员居然还嫌弃住的不够好 不仅吃喝原材料得从国内带过去,而且连锅板瓢盆也不放锅,这事得多讲究啊 当然啊,这也要说一句,可能未必是讲究,是怀揣着总有刁民要害人的思想,所以自己准备的 毕竟比赛之前得不停做各种体检,为的就是一个公平公正公开 但是中国队呢,经常是检测出了指标不合格,被怀疑用药 这不,游泳队的营养师就在社交媒体上抱怨,说中国队到了法国10天,被检查了200多次 严重影响了休息,你觉得不妥你可以投诉啊,毕竟深正不怕影的邪嘛 但是中国队却表示配合,不投诉 然后跟网友哭诉,说被区别对台了 这事儿网友帮不了你啊,一边喊着公平和在,一边检查的时候确实被人家发现用了不该用的 你这让大家伙怎么共情你 你要知道,中国老百姓在2022年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被关在家里 人均接受了几百次的核酸检测,老百姓说啥了吗 当然啊,现在雷声这么大,天天要么是硬件不行,要么就被区别对待的 最可能的原因是中国这不前段时间跟体育有关的官员落马了不少嘛 很有可能上面发现训练啊挖掘新人的各项资金已经被祸祸完了 而能进来的不少是关系货,真正有实力的都埋了 这不是前两天,羽毛球队还挂了一个年轻人,林丹呢也跟着挨打 斥责不合理的训练方式嘛 而乒乓球队里头那黑幕基本上都说不完,又是好赌又是强规则的 哎呦,那叫一个乱 反正成绩出不了,还不如先倒打一趴 在赛前就把人家看不得你好的风声留下 你看看,做戏做拳套,这就叫专业 不过呢,时至今日老百姓也不需要所谓的国际型赛事来证明自己比谁强 自己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强,名字啊,称呼啊,不过是给外人看的 就像中国自己号称基建狂魔,然而桥不还是他,路不还是坏嘛 之前的豆腐渣工程,好歹能撑三五年,现在几百亿砸进去,一年准坏 说实话,阎王爷都不敢这么收钱,怕遭报啊 而国内现在政府缺钱快写在脑门上了,那叫一个丧心病狂 这不,这两天官方发文,说取消了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意思是不管你是哪儿的户口,是灵活就业还是农民工 只要你想把这个钱孝敬给国家,那人家兜售 当然,这只是说了你上工容易,没给你完全保证是不是能享受参保地的养老金和医疗 人家画饼还留了一手,省得落下画饼 只要不把东西掰开了揉碎了讲,肯定就会有不少人以为是在那儿工作交钱 就能享受什么待遇,乌泱乌泱的往大城市跑,你看看这循环不就来了 而且现在愿意交钱的少,能蒙一个就一个也糊弄不了多久 毕竟中国现在的养老金和医疗都入不敷出 国家已经推出了循序渐进式延迟年龄退休的方法 确保在不影响老干部待遇,甚至给领导涨退休金的情况下,逐步压缩年轻人的生存空间 很多人看明白了自己努力没用,毕竟人口越来越少 将来的年轻人只会更反感把自己的工资拿去养老人,将来肯定没钱剩下 所以各地也有点狗急跳墙,能想到的方法都用上,哪怕有一个走效呢 一边搞什么租购病局打算忽悠年轻人上车 另一边呢积极推行房产税改革,老百姓怎样他也不在意,反正他自己能活 落井下石的见过,这打算一步到位,直接抽干地下盒的还真是头一回见 将来指不定还出什么幺蛾子呢 就这个情况,老百姓还关心奥运会得不得奖牌 现在好多人打水利方,鸟巢前头过还得吐两口呢 当年用了多少人家农民工啊,翻脸不认人 随后就从北京城给人家赶出去了 国家的薪水跟百姓没关系 换了皇帝百姓的日子照顾,这是历史书里写的,鲁迅也说过 这种国家跟人民的割裂一直存在,今后将会越来越深 好日子啊,还在后头呢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说奥运会还没开,中国媒体为什么就开始放风鼓吹不公平呢? 而中国经济下滑,交社保公积金的越来越少,那领导为什么还能涨退休金呢? 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火源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 赶快,下期再见,白了个白